来看这个故事 我的野蛮女友的翻版地点是彰化 那么苦主是这名高二的补校男学生 他不接受前女友要求复合的这个诉求呢 于是这名这个前女友呢 就伙同友人把他毒打一顿 他被打到全身挂采送往医院 虚弱的躺在病床上 他的爸爸气炸了 扬言要控告到底 一群人围过来拿铁棒一直打 你怎么很怕 怕我们不用爬石 嗯 男同学躺在病床上 讲话气弱油丝 不停传出哀嚎声 捐起衣服 背部被打的瘀青血肿 乱棒挥打的痕迹清除可见 不止这里 手脚腰都是满满伤痕 被打的体无完肤 我同事而已 他才是女朋友啊 现在我们 怕不得意 那女孩有什么 像互伯说话 亚伯大点在打我们家 被害者家属表示 儿子的前女友要求复合 却遭到拒绝 才会煽动朋友 帅手翁打 让他掛彩送医 我常在高 没有 阿伯 阿伯 出 那儿小孩就 看到我们小孩 打疼 我像的 父母的 小孩 小孩 让他打 让做父亲的他 好心疼 儿子被打 还不是第一次 因为 他打 是打第二遍 应该也是不了 女同学爱不到人 就打伤人 这一起校案事件 已经通报警方 学校说会加强辅导 也在第一时间 去慰问受伤的同学 只是男同学 被殴打的地方 就在校园的斜对面 一日不把真正 打伤同学的人 给逮捕归案 男同学就必须要 提心吊胆的过 每一天的校园生活 中文新闻 陈梦惠张小芳 张华采访报道